听说了吗 美陆军又不当人了 成功接收了首套升级后的M270AR多管火箭发射系统的发射装置 配上刚刚研制成功 还没有正式装备的PRSM战术导弹 一炮都能射到500公里以外 如果炮弹换成美国正在研制中的PRSM的增程三版本战术导弹 据说射到500公里以外 射程甚至能达到1000公里 这要是能支援给乌克兰 岂不是又能给俄军放血了 本期视频火力军就和大家说说 M270多管火箭系统和M142海马斯是如何击溃俄军的 以及这升级版的M270AR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自从美军在销毁潘星和陆基战俘后 火箭炮成为了为数不多不违反中导弹条约的陆基远程武器 虽然现在另说了 懂得都懂 像M270和M142这样的多管火箭系统 理论上空中力量是可以发现并摧毁它的 可在俄乌战场上 俄军表现得跟个呆瓜一样 对M270这样的多管火箭系统束手无策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俄军在和乌军的信息战绝逐中全面败北 导致俄军在乌克兰成了瞎子笼子 军事活动受到了严重影响 再加上有乌军防空武器的威胁 即便乌空军的力量较为弱小 但俄军的空中力量依旧无法大规模出现在乌克兰战场的上空 而且乌军还利用北约和美国支援过来的 贞讯系统和情报网络 搜索锁定了俄军很多俄军高价值目标 并通过远程火炮成功将其摧毁 反观俄军因为没有空中力量支援 很难去摧毁M270 M142等火炮系统 至于一些为什么不用导弹拦截 那是因为俄军穷 用导弹拦截M270 M132的火箭成本高不说 拦截效率也不太行 可以说M270在俄乌战场这个特殊的环境里 几乎没有天敌 这也是为什么前线俄军头疼 甚至恐惧M270和M142海马斯的原因 虽然俄军单方面发布了十几次摧毁海马斯自行火炮的消息 但好像没有一个是能够被证实的 而从俄军发布假消息的行为来看 M270和M142海马斯肯定对俄军的后勤补给 造成了沉重的打击 严重影响了俄军士气 所以才会不断编造谎言 来安抚前线士兵提升士气 美国最早给了乌克兰四辆M142海马斯 后来又补了四辆 又在乌克兰第一夫人访问美国后 美国政府又追加了八辆 一共16辆 再加上英国德国挪威 曾援助了九辆M270多管火箭系统 就这样乌克兰拥有了25辆高机动远程火箭炮 另外美国还支援了射程150到160公里的火箭弹给乌克兰 尽管不是300公里的战术导弹 但150到160公里射程的火箭弹 也足以覆盖俄乌战场的大部分地区 像最早的M132海马斯用射程70到80公里的火箭弹 就已经把俄军搞得灰头土脸 而现在乌克兰拥有25辆M270M142远程火箭炮 还有射程更远速度更快的火箭弹 俄军重要的目标如机场弹药库指挥所等地 必然会遭受乌克兰炮火的洗礼 迫使俄军将如弹药库这样的重要物资储存舱 建在远离前线的后方 从而拖慢俄军侵略的步伐 只要俄军找不到有效躲避 拦截远程精准火箭弹袭击 或是完全摧毁乌军的远程火箭炮军团的方法之前 俄军休想再发动大规模的战役 可以说M270等远程火炮 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乌克兰的走势 M270和M142都是大军火商洛克希德马丁公司 出品的自行火炮 M270是1976年研制成功 1980年正式量产 2003年提成 是海马斯的前辈 而M142海马斯则是2001年研制成功 2003年量产 属于M270的后辈改进型 看一下两者基础数据 M270重量有25吨 长6.85米宽 2.97米高2.59米 发射箱能携带12枚火箭弹 或是两枚MJM140陆军战术导弹 有效射程在2-300公里 安装履带底盘 行驶速度为64公里每小时 作战范围640公里左右 美军配备的M270 有840加151排世界第一 日本配备了99辆排第二 英国配备了67辆排第三 德国比较特殊 它是50辆现役202辆后辈 我们就不要把它算进来了 而后辈M142海马斯的重量为16.25吨 长7米宽2.4米高3.2米 发射箱能携带6枚227毫米的M30M31火箭弹 或一枚ATACMS战术导弹 有效射程2-300公里 换装的轮实底盘 能让它的最快行驶速度达到89公里每小时 作战范围480公里 两者一对比 M270一次发射的火箭弹和战术导弹数量是后者的一倍 威力更大 而M142则因换装了轮实底盘 比M270轻了9吨 机动性要灵活的很多 回到俄乌战场 俄军空中力量受限 加上乌军的帧讯和情报网络出色 这才有了M270和M142如鱼得水的原因 你要是给它换个战场换个环境 它俩未必就会有很大的作用 M270和M142海马斯的到来 虽然对俄乌战场产生了很大的量变 但距离质变仍需要很长一段路要走 吴兄弟先要彻底击败俄军收复失地 首先就要有足够的火力 目前乌军的重型火炮还是不够 虽然M270和M142海马斯单个火力强大 但他们主要还是用来对付高价值的目标 而不是用来打常规的炮战 10万美元的火箭弹虽然不如导弹造价高 但和普通的炮弹相比还是贵了太多 便宜的炮弹几十美元 贵的也就几百美元 导弹不能当火箭弹用 火箭弹也不能当炮弹使 比如之前的北顿涅茨克战役 俄乌双方每天平均消耗的炮弹就近2万枚 最近这段时间也有1万枚左右 如果全用M270和M142来打 先不说这25辆远程火箭炮 根本不可能每天发射2万枚火箭弹 光是钱包乌军也承受不了 因此继续向西方请求支援更大口径的重型火炮 是乌克兰接下来重点要做的事 虽然缺少足够数量和质量的战斗机 是乌军一直存在的短板 但火力军觉得短期内增加乌军炮火实力 要比支援战斗机更加迫切 也更容易失线 除此之外 M270和M132海马斯也让俄军的败迹显露了出来 首先还是从经济上 火箭弹成本从几万美元到十几万美元不等 向M132海马斯发射的火箭弹造价在十万美元左右 而贵的导弹造价得几千万美元 甚至上亿美元 便宜的也得是百万美元起步 之前俄罗斯袭击基辅使用的高超音速导弹 造价就有上千万美元 况且乌军拥有的九辆M270和十六辆M132海马斯 每天向俄军重要目标打一两百枚火箭弹 是比较轻松的事 一辆车每天轮流打几枚就可以 如果有必要 每天打上几百枚或上千枚也是可以的 无论是金钱还是武器性能 有着北约和美国的支持 乌军都可以供应得上 而俄罗斯的导弹呢 就算是一向喜欢打负育仗的美国 也不可能将导弹当火箭弹来使 更何况是GDP连美国某些州都比不过的俄罗斯 而且大家有没有发现 俄军都是在受到重大损失后才发射的导弹 一方面是为了泄愤进行的报复性打击 另一方面就是想要打击乌军士兵的士气 其象征意义要远大于实际意义 但是乌军和俄军一个是每天可以打几百枚 另一个是几个月打不到十枚 明显是乌军对战争走向的影响比较大 难不成俄军会丧心病狂在导弹上挂核弹头 其次再从政治角度上 火力军潜袭一下俄军显露的败迹 根据英国情报部门的统计 俄军从侵略开始 已经损失了几千名位级军官和几百名校级军官 另外还有超过20名的将军 而造成俄军指挥官高死亡率的一个主要原因 就是M270、M142海马斯以及弹簧刀等 针对高价值目标的精准武器 他们在北约和美国情报征讯系统的加持下 其作用发挥到了极致 对俄军指挥所造成了严重的打击 现在情况是 俄罗斯一直在抽调后方部队的军官 去填补前线军官的损失 另外还可耻地把乌冬的顿巴斯民兵推到前线 为吸引乌军火力充当炮灰 或许过不了多久 俄军就会面临缺少丰富作战经验的军官 以及内部暴动的窘境 而且俄罗斯因为这场战争 其走下坡路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了 别看俄罗斯周围的国家 除了白俄罗斯以外的其他毒联体国家 都集体保持沉默 没有像很早之前那样支持俄罗斯 甚至哈萨克斯坦和阿塞拜疆等国 甚至直接跟普京唱起了反调 芬兰和瑞典也趁势加入了北约 这说明俄罗斯对周边国家的控制力在下降 如果战争将持续两年甚至更久 那么俄罗斯的实力会进一步下降 当然了 如果俄乌战争真的要打几年 那欧美国家应该要做好能源供应不足的准备 这也是德法等主张接触俄罗斯的平衡牌 给包括自己在内的全体欧洲国家挖的一个坑 如果欧美度过了能源危机 那俄罗斯的能源牌将从此失效 而且俄罗斯失去的市场份额将再也拿不回来 这对资源型国家俄罗斯来说是非常伤的 最后还是俄军在乌克兰战场的表现 让火力军看出了俄军的步行 我们知道后勤是影响俄乌战争走向的主要因素 向俄军侵略乌克兰的第一阶段 俄军之所以打得差是因为俄军虽然多线出击 但却并没有达到闪击效果 原本吹嘘自己几天就能攻占基辅 结果愣是打了一个多月也没有什么进展 最后因为战线过长导致后勤出了问题 最后只能被迫撤兵 到了第二阶段 俄军转变战斗重点进攻 把兵力都集中到了乌东和乌南地区 利用火力上的巨大优势 逐步蝉食了乌东和乌南大部地区 之所以俄军第二阶段打得比较顺利 原因就是乌东战场紧靠俄罗斯 后勤补给相对容易 而当时乌军又缺乏远程火炮才会如此 但是自从乌军有了25辆远程火箭炮后 俄军的后勤补给出现了比第一阶段还要严重的问题 比如在俄军夺取利西昌斯克的行动中 乌军就借助M270和M142海马斯的高精度导弹 开始对俄军的炮兵弹药库进行火力覆盖 成功摧毁了大约20多个大型弹药库 俄军也因为后勤补给困难 逐渐失去了大规模进攻的能力 俄乌战争就此进入了第三阶段 相持阶段 火力军觉得这个阶段的时间要么很长要么很短 关键取决于俄军能否解决自己的后勤问题 或是乌军解决火力不足和缺少战斗机的问题 而最近这段时间 乌军一直利用M270和M142海马斯持续打击俄军的后勤 而乌南是俄军后勤保障最差的地方 因此就成为了乌军重点突破的地方 现在乌军已经炸掉了地涅伯河附近的俄军弹药库 以及河上的大桥 切断了地涅伯河以北俄军的补给 虽然俄军架起临时浮桥运送物资 但运力肯定不如之前 而且浮桥还多次被乌军摧毁 无论乌军是想全歼赫尔松的一万多俄军 还是利用样弓 引诱更多俄军到乌南 进一步拉长对方的补给线 把俄军后勤差的劣势尽可能放大 从而更快地消耗俄军 这些都直接显示出 俄军已经出现了败迹的苗头 最后再来看看这个升级版的M270A2多管火箭炮 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会支援给乌克兰吗 2022年7月12日 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正式向美国陆军交付了 首辆M270A2远程多管火箭炮 这也是近年来美陆军装备的首款新一代远程多管火箭炮 M270A2是M270系列远程多管火箭炮最新的改进版本 与之前的M270系列一样 依旧使用一款采用铝带式车辆底盘 并应用了模块化储运发射箱技术 以及弹箭供架的发射技术 且具备弹药整体吊装能力的自行式远程多管火炮 为的就是更好的适应未来的大规模作战行动 和过去的M270系列火箭炮相比 M270A2做出了很大改变 采用了全新的M993A2履带式车辆底盘 并换装了由康明斯Centery电子控制装置的 600马力V903发动机 为其提供动力 重新设计的装甲驾驶室也更加开阔 最重要的是M270A2使用了新一代的通用火控系统 并配备了升级型M269A2的发射填装模块 使得M270A2不仅能兼容发射过去M270系列 使用的个型227毫米制导非制导火箭弹和ATACMS导弹 还能使用综合性能更好的新一代精确制导弹道 就是火力军之前提到的ER GMLRS远程精确制导火箭弹 以及PRSM导弹 其中ER GMLRS远程精确制导火箭弹 其实属于GMLRS远程精确制导火箭弹的增程版 口径依旧为227毫米 采用固体燃料火箭发动机 射程从原先GMLRS远程精确制导火箭弹的15-70公里 提高到了15-150公里 使用惯性制导加GPS制导的制导体制 能全天候对敌方的路面或海面目标进行精确打击 同时ER GMLRS精确制导火箭弹能够根据所打击目标属性的不同 适配多种不同种类的战斗部 像沙豹战斗部 子母战斗部等 而PRSM导弹也被称之为精确打击导弹 是美国陆军远程精确火力计划里规划的一款主战装备 主要用来替换M270和M142海马斯多管火箭炮使用的ATACMS导弹 与过去的ATACMS导弹相比 PRSM导弹虽也是一款采用单级固体燃料火箭发动机 且具备全天候作战能力的陆基弹道导弹 但使用的是更加先进的技术 比如更先进的固体燃料火箭发动机 能让PRSM导弹的最大射程能够达到499公里以上 且PRSM导弹的整体尺寸也只有过去ATACMS导弹的一半 因此在M270和M142海马斯的单个发射装填模块里 就可以装填两枚这款导弹 但同样的发射装填模块在携带ATACMS导弹时 却只能装在一枚 也就是说单门M270A2远程多管火箭炮 最多时可以携带4枚PRSM导弹 而且得益于新技术的应用 使得M270A2在防护能力 机动性和路面行驶等方面 都远远超过了之前的M270系列火箭炮 同时A2升级版的弹药再装填时间 减少到了三分钟 目前按照洛马公司签订的合同 他们已经为美陆军提供了134门M270A2远程火箭炮 并且该款火箭炮在美陆军中将预计服役到2050年 总的来说升级版的A2相比于过去的M270 已经有了很大幅度的增强 特别是射程更远的新一代精确制导弹药上的运用 使得M270A2能对更远距离上的路面或海面目标进行精确打击 因此在未来美陆军的远程精准打击能力肯定会得到极大的提升 而如果美国舍得将其支援给乌克兰 那么这场战争说不定会提前结束 同时M270A2的新装备PRSM导弹 未来不仅最大射程提高到了1000公里 而且还能打击水面移动目标 因此M270A2或许会成为能发射中程反舰导弹的远程多管火箭炮 想想都觉得夸张 好了 关于M270多管火箭炮在俄乌战争中的表现 以及它的M270A2升级版 你还有什么想补充的吗 你觉得会支援给乌克兰吗 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 我们一起讨论 喜欢热武器的朋友请点点关注 本期视频内容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嗯 好